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最有名的护士是谁啊? 你们不知道呢?是南波格尔啊? 不是,是南丁格尔 在百多年前打仗的时候 南丁格尔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不止这样啊 他后来还成立了护士学校贡献社会 我大过了都要像南丁格尔那样 做一个有爱心的白衣天使 但是有人说天使不乖 一一的时候就会变成魔鬼了 是南丁格尔 天使和魔鬼就是一线之差 天使会变成魔鬼 那魔鬼又可不可以变成天使呢? ioè 肥臣, 起床 你住得遠, 要早點出門 收到, 麻煩你 你介意嗎? 一分鐘後再叫我起來 好 好, 麻煩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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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婆婆, 我幫你 一、二、三 沒關係, 別客氣 不用客氣, 婆婆, 你自己小心點 再見 你沒有打尖 先生, 你是不是想拚仔? 我扶你 對了, 記住要下車的時候 一定要大聲點叫, 非司機聽不到 謝謝 謝謝, 你不要再打尖了 有你們沒得到嗎? 先生, 我幫你 謝謝你, 小姐 再見 謝謝你 不用客氣 你幹什麼?不准敲蝸牛的, 知道嗎? 你的手伸了, 等一等 小貓呢? 媽, 你去哪裡? 上車 小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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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貓呀 小貓呢? 小貓呢? 快點 庭抵 exploring 約了 走 搞什麼比我還要遲? 在哪裡?快要開始了 齊人, 快點 Honey, 在哪裡? 怎麼進來? 不遲的, 你不是在門口嗎? 你不是自己吃早餐嗎?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我開始 早安, 坐吧 我是Sophia Toh, 綜合內科APN 我代表恆恩醫院, 歡迎各位同學 在接下來這四個月 你們分別會在急症室和內科進行實習 也會被編排不同的時間當間 你們已經是大學五年級 也不是第一次在醫院實習 有很多事情不需要我重頭說起 不過有一點我要強調 就是你們實習考試合格之後 就會正式成為護士 作為護士, 你們認為最重要的是什麼? No harm to the patient 有愛心 有暗感? 我會說是誠信 因為拉上簾後 就只有你和病人兩個 應該做的事你沒做 不應該做的事你做了, 沒人知道 病人是沒有反抗的能力 作為護士 有法性寧願, 誠信, 是最重要的 這位RN老闆, 叫曹火火 是這間的營館 如果你們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問Miss Cho Miss Cho 弟弟、妹妹 我知道外面的人說我們病房是地獄窩 既然進入了地獄,就要好好試練一下 九點鐘醫生的媽媽之前 替我剔除所有的歐士,派牌板,去吧 白白,我幫你量體溫和醫生 我叫高玉霞,你們可以叫我霞打 外急症室的APN也是這間的歐士 很感謝你們的學戶這麼給面子 稱讚我們的天堂是天堂的 不過天堂和地獄只有一線之差 我叫Nordi,你們可以叫我霞打 我是APN,也是創傷聯絡主任 這個職位全港只有五個 而我是其中之一個 遲些再跟大家介紹我的職責 待會兒弟弟跟我學分流 妹妹跟霞打學洗傷口 收到 收到 我們醫院平均會有四百至五百個病人 來求診 而日間護理人員只有十個 因為人手有限 所以我們會有一位經驗豐富的護士 會初步對一些病人的病情作評估 然後跟著triage 即是分流成為五種級別 讓那些恐慧急的病人 可以不需要等即時得到治理 知道怎麼分五個Kat嗎? 第一級是危台,立刻接受治療 第二級危急,大約等十五分鐘 第三級緊急,大約等三十分鐘 第四級次緊急,大約等九十分鐘 第五級非緊急 通常傷風感冒的病人都要等兩個小時 有時候病人太多也不想我們等太久 連顧問醫生也要出來幫忙充電案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黃安琪 你怎麼弄傷的? 有單車那時最差 請問你是黃安琪小朋友嗎? 是… 你不用太擔心 X光染症沒有骨折 姑娘二鼻和你洗傷口 可能會有點痛,你記住忍住 小妹妹,知道洗傷口最重要注意什麼嗎? 無菌技術 記住,雙手要保持在腰上,不要碎下 以免洗傷口的藥水向下滴 用棉花球和鉗碰到又或者滴到乾淨的地方 會滴滿整個Certal Field 整套衣服器就會報銷了 別以為很容易 很多學生醫生就是這樣胖子 要重咬的 收到 同學,阿打和師傅準備派藥 知道派藥最重要的是什麼嗎? 三合五對 哪三合? 從藥櫃拿藥出來,第一次核對 把藥放入病人的藥瓶,第二次核對 將用完的藥放入藥櫃,第三次核對 核對的時候要把資料讀出來 哪五對? 是指核對的內容 病人對,藥物對,劑量對,服用同期對 使用時間對 還要留意病人有沒有藥物敏感 細心和小心是做護士必備的條件 姐姐很急,快拿一隻小鴨來 姐姐不急,是你急 妹妹,拿一隻小鴨給她 知道,稍等 堂仔,幫我餵四毫床吃粥 肥塵,不要站在前面 為什麼? 有很多東西在書館上學不到的 我先換衣服 不好意思 爸爸,你喝了多少杯水 我喝了多少次療? 爸爸… 爸爸… 你喝了多少杯水 我喝了多少次療? 爸爸,你喝了多少杯水? 我喝了多少次療? 老公,你喝了多少杯療? 喝療?你說什麼? 我意思是你喝了多少杯飲料? 老公,你走… 走… 早安,老公 早安,哥哥,早安 早安 走…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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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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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怎麼樣? 來… Dr. Lo, 聽說你今年也出來 選醫務會會長 Dr. Lam, 我們這些賠跑而已 論票數又怎麼及你? 會長的位置非你莫屬 大咪, 元朗的地方我要玩的 老闆, 我要你的頭 夠膽和我搶地盤 我斬你十九六為九, 廢材 外科這二十年 由大國手、大傷口 發展到微創主導 全靠Dr. Lo, 在一九九零年 進行了全港首次微創手術 切割膽囊 當時來說, 可以說得是離京叛道 元朗以前從走私到走水貨 全靠我有眼光一手搞氣 你和我搶, 你老幾呀 這二十年內科最大發展 是基因的研究 利用自身的免疫系統 把癌細胞殺個片甲不留 連末期肺癌病人都可以活多一百年 接下來Dr. Lam 會參加一個國際大型研究 去對比一下新藥和化療的效果 元朗從一條棄街到現在 色情六街全靠誰?我阿蟹 其他堂口來到我都掃了 你和我爭, 省省點 你老幾呀 誰選票多, 那就誰當選吧 誰不死, 那就誰作主 Dr. Lam, 我買你贏 我買起你 你說什麼? 說什麼沒有 別說什麼… 打得好事嗎? 別走 你和我離開… 你和我離開 這裡是醫院, 要看症的留下 不就和我離開, 不要在這裡搞事 誰再搞事的, 我就報警 媽媽, 打得好人 就像我一樣 我離開了 要阻抬了 你要不要 你不要 小牙囝 打得很高 打給機仔, 我買這隻蟹 是, 大哥 先生, 你說話這麼大聲 如果警察問氣, 我們會照樣說 姑娘, 我買蟹而已, 不是辦法 喂, 收到 如果你覺得沒什麼, 拿蟹就可以走了 阿智阿成, 死去哪裡? 大哥, 我們就在這裡 你叫我? 郭富翁, 病人有些事歷無湖 二車, 林伯極總像 要不去做個詳細檢查? 不會的, 又打架又打火鍋 又不夠分, 需要有一點影響 不用這麼大驚小怪 但剛才真的… 你現在覺得我斷錯症 還是覺得你懂斷症?卓姑娘 阿美 阿湯, 行嗎?不妨礙你一會 看你的樣子不像, 真厲害 阿成死去哪裡? 走開, 大哥 不好意思, 先生, 你還沒走 我們急症室的顧問醫生Dr. Tom 要替你做一個詳細的事檢查 你覺得我沒錯, 事歷紅花結 都有些藥藥 醫生, 我有什麼事? 是, 劉先生 是 我懷疑你身體裡有些其他病潛伏 要劉院做個詳細的檢查 小小喉嚨痛而已, 不用劉院這麼嚴重 先生, 林伯極總像可大可小 我們也是為你健康著想 大哥, 其實還有檢查而已 沒吃虧的 我好有空嗎? 阿棠醫生, 你這輩子說我可以走 我就是他大哥 你是不是應該聽大哥的話? 弟弟、妹妹, 過來 你們試過修正嗎? 試過 妹妹, 你去幫病人幫助和打掃 弟弟, 你跟我拿藥藥和衣服 收到 收到 妹妹, 去吧 先生, 拜託你不要玩我們的文具 不好意思, 因為私人關係 不可以隨便看別人的牌板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其樂 其樂? 我叫你 縮手 給你的 你是今天早上擠在郊部的那個小女孩 好, 有吉思, 給你 來吧 謝謝 你又來, 歡迎 阿妹, 你還沒推薦人去做檢查? 她還沒出來 你記住, 有人叫你簽名, 別簽名 娟姐, 帶阿妹去二樓 我趕著送文件 多等一會 你真是麻煩了 娟姐 快點 她還沒出來 是 是, 帶阿妹說找那個人來簽名 快走 誰 兩位兩位, 快點對我走 有人斬我 不是吧 我才彈驚會見到樣子 醜醜醜醜醜醜醜 我忘了 誰 妹妹, 快點 抖負責 簽名 不行, 剛才他們叫我千萬不要簽名 不簽名, 我們不會幫病人檢查 快點, 我趕著送文件 你自己搞了, 我不管你 Mr. Cho叫我不要簽 你又叫我簽, 我應該怎麼做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你不簽名, 我們做不到事 不簽就沒事的 是否可以的? 我怕待會被人罵 沒問題, 簽吧 好 那行了, 行了 她去了哪裡? 兩杯兩杯, 快點對我走 有人斬我, 推單機骨 好 有 有 廝都 救命呀, 殺人呀 站在這裡幹什麼?還不快找人幫忙 我發現了病人神情外際 呼吸困難, 瞳孔收縮 很可能是疫苗過程 所以我一直跟著他在後面 被人離開醫院一段路之後 倒地昏迷, 出現急性氣空 情況危急 我立刻幫他做調查機器 之後送他進來 好, 幸好你救當機立斷醫院 救回Kaser一命 你這麼勇氣, 是不是侯家嗎? 在哪裡執業? 我不是醫生, 我是RN Rain 阿東 原來你們認識嗎? 我幾年前在這間醫院的內科 做一年的註冑護士 Rain這幾年是到處去的 在不同國家的醫療機構服務過 還拿過幾張書 難怪, 幸好認識你 你好… Rain這次會留在香港一段時間 所以我第一時間抓住他 幫我們內科的手 為什麼你這次這麼早回來呢? 上次身體檢查的X光片子 都不清楚 今早有HR電話給我 叫我早點回來補冠章 原來你去移樓照X光 我還以為… 作為護士學生, 沒好好照顧病人 第一天實習就被病人走出醫院 我肯定跟你說 你的實習史一定會不合格 什麼?你要找楊智明來頂Cindy的位置? 我覺得她的人很有問題 她的性格就有點孤僻 不過工作表現也很出色 我記得她在這裡做過一段很短的日子 沒什麼朋友, 最熟的那個好像是你 對不起我, 我跟她不是朋友 對了, 安排誰做學戶的導師好呢? 是導師, 不是導師 導師 阿Ray 這幫學戶豈不是很糟糕嗎? 嚴師出高徒 沒有, 不過如果你們不怕辛苦 合作來做的, 我不會反對 跟大家介紹 楊Sir, 楊智明, Ray 他會是我們的RN 由今天開始就會是四位學生醫師的教育 楊Sir, 你好, 我是Alison 好, 多多指甲 P間會有聰爺和阿琴, 還有楊Sir 而學生醫師就有Alison和Eliza HCA就是芯姐 今天有很多新人, 大家收拾了 還有麻煩各位幫我看著10號床的大佬 他今天在廁所裡興奮東西 還跑了出去, 在家裡暈倒 還差一點沒命 初步替他做了一些檢查 就等待報告 詳情大家就看牌板 如果沒什麼就跟自己立即的同事交交 好嗎? 我有話想說 你知道今天犯了多少個錯誤嗎? 五個, 知道哪五個嗎? 第一, 病人歷免了你也沒察覺 第二, 你還沒有排向 不可以簽名, 知道嗎? 什麼?我就叫你不要簽名 是呀, 這次被你累死了 又要我寫報告 我… 第三, 沒好好照顧病人 讓他離開醫院 第四, 沒幫忙不僅 還阻礙我的檢查機器救人 那…我本來是不想簽名的 不過眼波那個MISS 她總是要我簽… 娟姐, 我以為你幫我照顧病人 我趕著拿急檢的隔壁 明明那個病人是你在看的 那…還有你呢? 整個殺手樣子 那…又不說自己是護士 第五, 做錯事自己也不知道 還要找藉口嗎? 我也奇怪, 怎麼只有四個 表現上真的很厲害 肥腸有什麼毒藥可以動眼又打口 我沒有 你說得對, 我的確是殺手 但我是學戶殺手 這麼久以來有一半個學戶被我殺手 好, 一開始你們每人會有一百分 做錯的事, 減十分 做得好, 加十分 但你已經扣了五十分 是因為你沒了五十分 多留兩個小時學習 爸爸, 你說得對嗎? 這個人比十號床的病人更麻煩 祝大家好運 怎麼搞的?還說要多等三小時 你敢吐下去, 連肺也吐出來 老婆, 三小時算快了 平時隨便等五、六小時 姑娘, 我老公吐了兩小時 但他又分了一次緊急 你可以看他嗎? 黃先生還在吐, 我先幫他量多次血壓 好嗎? 麻煩 黃先生, 你不用擔心 結果出來了 只是血壓少了一點, 一百萬七十 黃先生, 我們是根據病人的危急情況 離婚優先次序的 現在黃先生屬於第四類別的次緊急 我們會盡快安排看你 麻煩請耐心等候 大個小時就吐了兩小時 小病也變成大病了 難道死了才來救他嗎? 黃太太, 希望你明白, 現在你… 黃太太, 病人長時間吐吐 可能會導致脫水 不如你倒杯水給他喝吧 讓他補充水分就沒那麼辛苦了 大堂那邊有水機供應 我們來看病的, 不是來喝水的 你又不是醫生 你怎麼知道他不嚴重呢? 什麼?想洗開我們嗎? 是不是那些血淋血賴 斷手斷腳才算嚴重呢? 我已經整天早上了 臉色可順霸就不嚴重了 我不會就這樣算了 老公, 你先進去吧, 我替你登記 黃先生, 是不是不行? 我老公是由十字車送進來的 他很辛苦, 很不舒服 麻煩你立刻叫醫生來看他吧 我先回去量檢查一下 謝謝, 姑娘 不用 我現在升級到第三類 但急症房有個案, 要等三十分鐘 謝謝 黃大興, 三號房 都說快點了 蓮姐, 你先出去做事 不好意思, 等一等 芷琦 是 為什麼黃大興這麼快進行榜? 剛才那個女人很煩 我免得去曹山寨 我煩就不要做護士了 如果個個都打尖爛夢之緣 我們不要空不空 對不起 不要再有下次 不好意思 剛才分流站的護士搞錯了 黃先生是屬於刺緊急 要內心再等一會 老婆, 我有什麼得罪你? 你每次都阻礙了 所有刺緊急和非緊急的病人 都要等 召救傷車進來 不代表可以優先處理 如果有人為了打尖 濫用緊急救護服務 那不僅對同一類病人不公平 甚至剝削下一個有緊急需要的病人 我只是想保障所有病人 得到公平對待 各位輪候人士請注意 現時急症室 因為急救室有人進行急救 輪候時間將稍為延長 謝謝合作 大師兄, 當然不適合 你真的排隊好嗎? 你們很喜歡這樣嗎? 我只是想我老公快點看醫生 我有錯嗎? 選害他人利益就是錯 總之現在到我老公看醫生 夠了, 老婆 你幹嘛害我? 你吵夠了嗎?你吵夠了嗎? 出外面等吧 你… 好, 麻煩你 救命啊, 我要出院了 我回到醫生頭, 看什麼笑 先生, 請安靜一點 美…美琴 一看我的樣子已經知道我不像病 但我要出院 你有幾份醫生報告還沒出 你先不可以出院 美琴, 我看你也說不出事了 你叫你拿B人和我經歷, 好嗎? 好嗎? 什麼事? 拿B人 要交給我嗎? 誰做什麼? 我是做檢查 做檢查不用擔心的 我開它… 我開開它 你不要打開, 你走過來 因為經驗你應該患了梅毒, 染了花瘤 你又患了梅毒, 你又染了花瘤 信不信由你, 由醫生告訴你 如果他讓你出院就出院 好 保證收到, 好, 謝謝 阿勤, 我多問了 是驗血報告出了, 跟你報警一樣 初過懷疑大哥, 劉耀輝玩了梅毒 詳細的報告已辭職才有 Debbie, 所以我一向稱讚你 又細心, 觀察力又強 不然怎麼察覺到患者有其他病 自閉, 實在不是這麼想 可能人家覺得我多管閒事 他敢?我頭也批掉他 有個這麼漂亮, 這麼能幹的APN幫忙 他撿到了 口渴了嗎? 奶茶, 小甜 要多半份蛋紙吧 好 Dr.Tom, 我知道你找我什麼事 這次是我斷錯證, 看流眼 對不起, 下次不會 出錯, 當然會有 沒有了, 沒人可以保證自己百分百不犯錯 不過怎樣令犯錯的機會減得最少 就值得研究了 我會留意一下 你是不是有什麼好的提議? Sam, 你覺得 醫生和護士是什麼關係? 是不是Debbie投訴我? 你為什麼這麼說? 我覺得護士越來得青 再說下去, 我們做醫生就沒有權威 你還沒回答我 醫生和護士是什麼關係? 工作上的伙伴 護士是我們醫生的助手 我覺得 醫生和護士就像夫妻關係一樣 一個成功的男人 背後也有一個女人的支持他 老公負責擔起頭架 有什麼重大的決定, 他也要出來頂 老婆洗衣服、煮飯 只顧到你無味不治 不過, 老婆是要哄的 權威不是強權搶回來的 權威是要認受的 如果懂得如何尊重 和討好護士的話 醫生的工作自然會輕鬆很多 飯菜的機會自然會少很多 醫生和護士不是敵人 如果大家多走近的話 就會有一個和諧的家庭 相反, 如果整個冷戰的話 就很容易離婚, 導致家破隱亡 現在我這個大醫生 就要替小護士買奶茶、蛋治 大醫生也是大男人 小護士也是小女人 女人很容易哄的 男人哄女人, 天驚地獄 關權威什麼事呢? 你想想說話可不可以 奶茶、蛋治, 監禮不散 救命, 姑娘, 我的手伸了很多蟲 快幫我找錢 妹妹, 不用理她, 她有點疼 在吃精神科藥 每天都說自己的手有蟲 回去做事, 好 那我去做事了, 好嗎? 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把雞放在手上 讓牠幫你吃完這些蟲好不好? 行不行? 不知道的, 你試試嗎? 好, 好, 你看見到嗎? 雞開始吃蟲了 對, 真的在吃蟲 那你之後不要再大喊了 姑娘, 你真是好人 阿倫, 為什麼你的手這麼熱? 你是不是發燒? 你不要一直幫人幫人看溫 你自己也要幫人看溫的 我沒事, 只是有點累 我先回去做事 你是不是在做事? 楊Sir, 如果我做錯事 你可以罰我, 你可以罵我 但是我絕對不會接受 你問我一些私人 和和工作無關的問題 這麼早就對了 所以遲了你 不知道他不是變態 但不是, 簡直是魔鬼 本來說只是在職業兩小時而已 誰知道我做了一群屁股 我不知道做了甚麼, 得罪他 總之都要針對我 有點混混, 我不說了 不知道要是否感冒 我先回家休息一下 好, 再見 我女神 你 快 你 這就是剛才我問你是不是驚奇的原因 我懷疑你患了中毒性幽克綜合症 可能是陰道的衛生面 感染了金蒲菌, 所以發病 剛才很危險, 差點沒命 我幫你拿出來, 現在沒事了 好遙遠 放心吧, Hailey, 我幫你檢查過了 網上流傳所有的照片和物片 都看不到敏感部位 這就是不幸中的大幸 只有魔頭一個看過你的照片, 對不對? 別說了 其實也不是很尷尬 就像是被男醫生或男護士接生 你還說? 不說… 再說一句, 其實他也不餓了 至少他救過這些人 來吧 就這樣,我已經棄了這傢伙 不如看網上發給大家的領先說 原來這傢伙六歲那一年 是,全家遇上車 爸爸、媽、哥都死了 只剩下他一個沒事 還要什麼?他沒有受傷 這麼邪? 報道還說他兩個月沒說話 後來有個護士悉心照顧他 讓他說話 這個護士就是恆恩醫院內科男病房的 阿Dong,張大衛 這篇報道還說 他因為這樣就立志要做護士 原來他小時候全家死了 難怪那個人這麼變態 這裡還有一件事說 他在外國跟病人打架 沒多久病人還死了 原來他還在等凌訊 原來以前被他胖了老的學戶 替他起了一個花名叫死神Ray 究竟你是天使還是魔鬼? 那你對我…是師母還是師舊? 我不會再答應 吵 淘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